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TVT对阵SAO的第三局上半场 直接一个镜像拉拉到前锋脸上 我不知道他的天赋带不带追猎 如果带追猎是可以尝试追一下前锋的 这边镜像前锋直接一点不给机会 直接拉个球下个板子 一刀镜像结束 这刀差一点点 这里把板子踩掉 跟前锋在这边好不是特别的核算 外面因为有个空军 有个条项是在那边疯狂的修 这里拉镜像来追前锋了 一刀前锋拉球走 这个球真的交的非常的多 完全不给你红夫人机会 我就不贪 我前锋就交球 我交球我拉的距离 就是我趁着时间再拉一个球走 前锋这波应该是球敲的差不多了 这边有板子板子下掉 再踹板 前锋还剩最后一小段球 这小段球应该是比较难起到一些决定性的作用了 红夫人这边的镜像如果能开一刀 好闪现好了 闪现在补一刀 但是整体上面的一个抓人时间上面还是亏了很多 而且外面三个人在修 这三个人除了祭司稍微修的卖一点 其他人都是一个对吧 纯修的这边闪现一刀打中可以 这刀蓄力闪现非常的稳 拿捏的一个感觉也非常的好 完全没有给前锋一点点操作的机会 挂上之后来看 大概率应该是让空军来救 空军已经慢慢的蹲好了 蹲在一棵树后面不太容易看得见 这个空军位置蹲的有点好 没看见 大家也是可以学下这个位置 这张椅子 这个空军的位置 好 现在看见了 现在看见的话空军有枪 再躲 走位 再躲 这里一刀救下来 有薄命 空军手上有枪 这枪不交 这边看到前锋了吗 前锋往那个死角躲了一下 然后接了一个洞 这边人卡住了 穿洞走了 完了闪现交掉 那这个地方是完全没办法来抓前锋了 交一个大 交一个镜像拉近距离赶过去 但是如果说祭司有医学奇迹的话 应该是很有可能的摸起来的 怪不得空军这边不交枪 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地方接洞了 而且我感觉刚才如果不接这个洞 好像也没看见这个前锋 前锋这边压压脚步 祭司这边下板 那应该是能够判断出来前锋在这个里面 但祭司在这边各种宝 各种宝先把洞打掉 哎打了一刀这个祭司 外面两台电击 只剩两台电击了 这个镜像一定要非常的稳 找机会 前锋再拖眼 再拖眼 再切过去 前锋下板 这里没有闪现 需要通过走位来进行一个追 还反 哇这里一叉 这是一高人胆大 就在里面前翻 再下板 还得还在拖 还在拖 看一下 这个地方要不就球稳 把这个板子 不要踩板 然后等镜像 镜像好了以后 把这个前锋 割了 然后打开门战 争取保个平局 保个平局 然后让自己的队友也打个平局 不要贪 不要贪 这边 能不能上车 如果上车 怎么说 蓄力一刀 还在溜 还在溜 一查这边 能真的拖眼太久了 这里一刀 哎呦 这里再补 终于是打中了 但是感觉剩下的两台电击 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他们的救人位 这边 小胖蹲已经是过来了 这个条项师慢慢的靠过来 最后台电击 已经压好 电击已经压好 前锋 开门 再要追一个前锋 哎 这里是无伤 把人救下来了 空军手上是有枪的 这边完全没有看见 这一波 条项师的一个走位 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他往了一个边角绕过来 而屠夫的一个 屠夫的一个视角 全部在那个地图的另一半 他想要守那个桥口 但没想到是就认为这么早就过来 这个镜像没有拉到前锋的镜像 那切过去 闪现已经切好了 看这里 躲掉 还在绕 还在绕 坐车拉近距离 看 有没有机会挂上那边的门 门 直接传 直接传的话 这里洞已经拉好了 我觉得直接传 有点难 因为你直接传了以后 你很难回去管这个前锋 前锋是没有交掉自摸的 前锋是刚才是被祭司摸起来 也就是前锋可以慢慢的摸 那边条项师过去 先开门 一刀 挖倒祭司 好像空军的门能开 这个时候再去管空军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空军手上要把枪 而且你这边走不了的 你想要追这个空军很难 前锋起来 应该还是一个三跑 应该还是一个三跑 首先你得守着这个祭司 你得把这个空军赶走 空军这边交个枪 我还不走 我继续卡着你 这样说门已经开了 然后条项师已经到那边了 这里想要拉一个镜像 应该没有太多机会 最终留下了这个祭司 我觉得刚才如果挂上了 然后再传 可能 机会更多一点吧 但也不好说 总体来讲 这把还是祭司的大洞 逆转了 要不然这个前锋二挂 外面就算你有 条项师有薄命救下来 也是屠夫的一个宝平真胜局 祭司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地图里面 可以出现奇迹的这样一个屠夫 我们稍事休息 看下半场